報告院會 現在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林秘書長報告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院會 行政院來含外交部吳部長朝謝本日因公請假 上午由習次長施檢代表列席 下午由謝次長武橋代表列席 促進轉席正義委員會 楊代理主任委員翠本日因公請假 報告完畢 現在請施議方委員進行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委員長好 委員長請坐 前一陣子工程界有反映 就是有關於一半混凝土砂石的短切 那一陣子業界也因為砂石短切 所以這些一半混凝土業者就音量上漲的情況 很多的工程業界來跟本席反映 那本席也適時跟院長做了報告 那院長也趕快指示了工程會去做即時的處理 所以現階段在昨天我也看到工程會發布了這些混凝土 一半混凝土的消息 我想這個事情我代表工程界跟院長說聲謝謝 那本席今天要以軌道工程跟離岸風電工程 這兩個議題來跟院長請議 那首先有兩張鐵道路線圖 也請院長看一下那螢幕 那第一張是日本的東京 他的鐵道是密密麻麻的 那下一張是台北的捷運 那這兩個城市 東京它的面積跟我們北北基的面積 差不多在2100平方公里跟2400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數的部分 東京是3700萬 那北北基的部分大概700萬左右 那日本的鐵道 從1825年就是文正八年的時候 就開始 迄今已經快要200年的 那台灣則有100年的歷史 以時間來換算的話 這兩個城市大概差距了100年的鐵道發展的時間 但是就本席在工程的經驗裡面 我發現說比如說像我們的新北 它的三環三線做了八年還是沒有十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台北要達到東京的規模 恐怕200年都不值 那我深究其原因 它最大的原因就是說 日本它的鐵道是公司化 是國有跟私有鐵路 它是合併的開挖 但是在台灣 它鐵路是國有 所以因為開挖模式的不同 那它的進步跟落後 就呈現這麼大的差距 那我要請教一下院長 就是針對日本的鐵道國家化 跟國有私有合併開挖 對照台灣的鐵路 是國有的情況 請教一下院長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市委員工程界工程業的專精 以及對相關問題 確實都非常關注 那也一直監督政府 我們看到日本 無論是鐵道或者軌道 或者是相關的交通設施 都相當的先進 而且駐有效力 台灣其實在後面 應該可以截其所長 而且可以簡短 錯誤或者必須可以更正的種種 不必再換 所以應該更快才對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 我們應該再加強 另外對於軌道建設營運 是怎麼樣子才是有效管理等 日本的經驗也非常值得參考 目前當然我們是以公營 但怎麼樣才最適合 我們的這一個經營模式 我們覺得也都可以參考先進國家 包括日本 我們都可以來研究 怎麼樣才是最適當 一個國家的發展 如果全部是盡有國家的力量的話 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能夠結合適當的民間的力量 也許會更好 那我們也常常說 友善的旅遊或者是冠冠的環境 是國家經濟提升的一個指標 那過去台灣的軌道建設 他都注重在可行性的研究跟規劃 或者是經濟性的評估 或者是說跨區域的價值 但是常常忽略了所謂的廠區的開發 那廠區的開發必須要結合商場 或者是購物中心或者是旅館等等 那我以日本的三手線為例 日本的三手線 他是用環形的方式 也就是佳龍部長他在台中推的 三手線的道理是一樣的 但是他每一站的開發 都是吃而反樂的天堂 實力住行相當的便利 那我舉一個例子 院長我相信你也曾經到過陽明山去賞花 也到過故宮去看國寶 但是從這兩站在台北這麼熱門的景點 他如果從台北火車站短短的這10公里裡面 我們必須要走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那如果我們是用軌道的方式來運行的話 可能只要20分鐘的時間 所以本席認為永續台灣交通建設是相當需要的 而且他的規劃必須要相當的完善 那絕對是必須的 而且讓民眾能夠行得舒適 然後玩得開心 那針對這種永續台灣的交通工程 這樣規劃好完善的這種看法 我不曉得院長你的看法 報告部長 謝謝委員 確實交通尤其是軌道交通 它不只是運輸線 它是觀光線 它更是生活圈串聯起來 一個可以說 以人為本的一個交通的路線 所以在整個前瞻計畫 我們其實就在做這個 包括高鐵跟台鐵的連結 台鐵現在的發展 我們也希望做廠站開發 比如以剛剛委員所講 像在台中的大車站計畫 新竹的大車站計畫 其實就在做TOD 那麼現在就是一個一個場站 如果把珍珠串成項鍊 這就不只是通勤而已 它具有非常多觀光 文化還有在地發展 那這個也是目前前瞻基礎建設 重點的地方 在發展的一個 我想日本的經驗 或像香港 新加坡 這個人口密集的地方 都很適合用軌道運輸 綠色的交通來做骨幹 然後再串聯大眾運輸系統 甚至我們交通部有U-march 就是這個以台北到宜蘭 這樣的一個就是票證的系統 讓它上車下車 可以就是無限 可以這個來觀光 那這個方式就是在加值服務 尤其是行動支付的系統 未來如果搭配我們的票務 這個方面的發展是交通部現在的重點 我想我要提點的是說 如果故宮或者陽明山 這兩個點是在日本 他早就把軌道的這些工程都拉到附近了 更何況 這每年都有那麼多的觀光人口 市長我跟委員也在補充一下 公私合營 或說是BOT 其實在高鐵的一些發展 或高雄捷運 已經有這個模式 所以廠站的開發 搭配周邊的土地利用 這個對財務計畫 會有幫助 這個也就是現在我們交通部 在幫忙各個縣市政府 要提升他的這個交通 他的一個財務可行性 就是要從廠站開發 尤其是像台鐵 周邊的土地 幾乎都是這個公有的土地 那釋放出來 讓民間可以開發利用 我們也可以啊 不用花費這麼多國家的預算 在投資上面 院長你可以請坐 那我想台灣的南北距離 大概是在四百公里 那這一段的距離 它是最適合高鐵的運距 所以高鐵已經是民眾 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我記得三年前 臺南的圍貫 因為地震而倒塌 那很多的救災團隊 跟專業的技師 都乘著高鐵很快的 就達到災害的現場 那高鐵它不僅是一個交通運輸 它同時具備了救災 醫療跟國防還有觀光等等的功能 那本席在台灣生活將近六十年 那從小到現在要去花東 總是一票籃球 而高鐵卻可以滿足民眾的這種快速 跟高承載的運量 但是在今天環保意識高漲的今天 未來的新建的建設 將是更加的困難 那本席認為環島高鐵 它是台灣的永續 而且是一個友善的觀光 或者是優質的旅遊 那現在不做 以後會更加的困難 那本席要請教部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立下一個目標 不管是2030或者是2040 來完成環島高鐵的這種計畫 請教一下部長 你認為你的看法如何 謝謝委員 我想有關高鐵延伸 目前交通部鐵道局也完成了 高鐵延伸屏東新壁路線可行性研究 這個就預留了未來 往環島發展的可能 當然要一步一步來 因為這個 有關東部的發展 我們在近期內 也針對南迴鐵路電氣化 花東鐵路雙軌電氣化 還有北宜鐵路的提速等工程 再增加東部鐵路的運輸容量 跟服務水準 所以至於這個串聯 那是重大的國家政策 我想在交通部方面 我們就是配合這一次的高鐵延伸可行性評估 預留這樣的一個發展可能性 我想我們應該去思考的是說 我們的台鐵 它並不是一個標準軌 如果你能把環島的高鐵建過的時候 這時候你才有辦法讓台鐵的體質去提升 所以這是一個共享 所以我希望交通部能夠好的去思考這個部分 那另外最近有很多人在關心這個離岸風電 那很多的專家團體都很憂心 在我們台灣海峽它的風場的開發 有幾個憂心的議題 那他們的訴求是說 我們好不容易要建過揮合家園 所以在台安環峽建立了很多的那個離岸風電的工程 但是在企業裡面 一直排除我們本國的廠商 是因為一個理由 就是說我們沒有這種經驗 所以將這些工作 不管是製造 或者是工程設計的部分 都交由外國的廠商 那甚至連台電 連中鋼 他取得的這個標案 也一樣要交給外國人去主導 那這樣的發展 在本土的離岸風電的產業裡面 他將會淪為空化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在外商在台灣海峽 他做專探工程 而這個專探工程是在專探我們台灣海峽海域的地形 跟地質它的資料 但是我們要去取得這些地質地形資料 我們國家花了錢 那是我們的天然地質地貌 我們沒有辦法取得 那既然是政府繳了協會 你就是有機會要去輔導本土的廠商 把這些資料都放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但是外商他並不允許這樣做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在未來是不是還有機會 讓這些資料 讓這些成果放在本國 我想請教部長 好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代表工程業界有期待 希望這一次的離岸風電的建設開發計畫 利用這個機會 建立我們離岸風電的工程設計 建造的這些能力 我可以理解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剛剛委員也提到 就是希望這些開發商把這些 轉碳的資料海氣象 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協調這些開發商 來配合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如何來落實開發商 來繼續移轉 有關工程設計的能力跟能量 給我們國內的工程顧問業者 那這部分呢 我會找時間把這些開發商找來 跟國內的市西中心工程 以及這些工程顧問機構 大家一起來談 如何來落實 如何來合作 那尤其剛開始的時候 所謂的這些概念設計 到最後的細部設計 這個整個系統性 如何把它連起來 這我會來處理 我想經濟部在推動的時候 人員局一直要把這個合約 一直要往外推 那工業局這個部分的配套 就這兩個部分的協調 到目前來講 是不夠的 所以 離岸風電的基礎 它是建構在我們的土地裡面 這些外商 施作完畢了以後 它就會回去它的國家 而這些建築物 永遠 一輩子留在我們台灣海峽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知道 我們台灣海峽的地質地貌的情況 還有根據到現在 到2025年整個海峽的紀錄 是最好的情況 應該是把這些東西 完完全全的留在台灣 部長 我跟委員報告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了解 大概有幾家卡商MPL 另外有一家因為它本身 工程設計能力就建在它的in house裡面 那現在呢 它就是便宜行事 希望就直接找我們local的 這些所謂的個人的電機技術事務所 那這部分我會來跟委員來討論 如何透過我們技術前年會 來轉租會員廠商 如果透過個人技術的話 你要負責來扮演總組輸資 去學習完要技術移轉 那這部分細節我會跟委員來談 最後還是一句話 就是技術要更留台灣 謝謝 謝謝 接著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請選擇時間為30分鐘 好 謝謝主席副院長 會長幫我請一下蘇院長 請蘇院長 好 久別重逢 上次我記得在這邊質詢你是13年前 好快 你還是依然這樣子健壯瀟灑 恭喜恭喜 那個院長請教幾個民生上的問題 請問這張圖片啊 你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嗎 那時候不是你當院長 兩年多前 兩年多前 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台農方 他們成立了一個台農方 在這個蔡英文當總統以後 這個沒多久就成立一個台農方 這個院長 你知道這個台農方 他們的 他們的目的是要幹嘛 這兩年的績效如何 你可不可以請院長 那個主委啊 我們請院長用你的記憶想想看 台農方前面這兩年做了些什麼事 這幾年因為我沒有參與政務公事 所以我並不了解 那來的時候還沒有了解到這麼細 院長我跟你講 你不要覺得你不了解 因為沒有人了解 不過在我們在立法院 沒有人了解台農方在幹那些什麼事 花了很多的錢 從那個台塘那邊拿了很多的錢 成立了一個台農方 也不受立法院的監督 那這兩年做了些什麼事 委員我可不可以用30秒跟你報告 委員長 我跟你報告 法善可成 沒有人記得他做什麼事 這就叫做台農方 現在你們在 昨天 昨天這個是主委待會要說了 農委會說 今年要再下一層 以國家團隊的概念透過外銷平台和農民團體 外銷貿易商其出口業者簽訂合作協議 去拓展中東 國家格俄羅斯的新興市場 院長 台農發兩年前 他們就說這是國家隊 現在又成立一個國家隊 很顯然前面的台農發什麼事也沒做 現在又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新的國家隊 院長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從政策面 是不是國家隊成立的越多績效會越好 是不是 這不一定 因為成立國家隊把各種相關的志願整合起來 跟外國來競爭這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但還是要看這個隊到底是怎麼做 或者做出什麼事 這個也必須檢討的 院長講的話 中肯 前面兩年前兩年多前成立的台農發 告訴我們了 什麼事也沒做 因人設事 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你們這個 新成立的這個國家隊 要不要受到立法院的監督 跟委員報告 要不要受到立法院的監督就好了 您的問題有點誤解昨天是 你先告訴我 這個新成立的這個國家隊 要不要受到立法院的監督 要還是不要 各位報告 它不是一個國家隊的公司 它是一個平台 平台是把所有的農產品 30種農產品的所有的農民外銷業者 跟農民團體 共同在這個平台裡面 政府去協助它所有要外銷所做的工作 你如果講到這樣子 那台農發不就是這樣子嗎 台農發當時 你先不要講 台農發當時成立 不就是做大家的平台嗎 不是 台農發只是把農產品外銷出去 它只是現在200多個外銷業者之一 我請教一下 這個要成立這個國家隊的平台 隸屬在哪裡 它的平台不是一個正式的公司 或者是政府組織 它只是把政府 那什麼運作呢 運作的話 只是一個口號 如果這樣講 我不是一個組織 我這個平台只是一個口號 是還不是 我舉一個例子 韓國就是因為把從生產 團體 檢疫 物流 到外銷業者整合 十年內它的出口增加一倍 我們就是類似 韓國人家可以 沒錯 你認為台灣就 在你身上就會重製 把它複製一遍嗎 人家韓國在1997 1998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它的GDP不到台北 不到台灣的60% 現在超過我那麼多 你認為韓國可以做得到 你就可以做得到 各位報告 如果是這個邏輯 兩年前的台農發 為什麼那麼慘 我認為你把台農發 跟一個Team Taiwan的概念 有點混淆了 你講到 如果農產品 社會大眾聽得懂 你在講什麼嗎 這個不是農委會 由上而下 而是由下而上 我們許多的這些外商業者 怎麼運作 我只問你怎麼運作 誰來監督 它不是一個公司 所以它怎麼 怎麼來讓這個平台運作呢 第一個 農委會的責任 是把所有30個農產品 外銷到任何國家的每一個藥檢 要主動跟這些生產者農民講 如果我們不跟他講 兩年前 韓國因為改變了藥檢的規定 而導致向我們台南的芒果 沒辦法出去 這個就是政府的責任 主委啊 主委啊 我們現在的體制 我這一方面沒有去 委員 去研究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的體制 我們的農會 我們的外貿協會 就已有這個角色了啦 跟委員報報 院長 我們的農會 我們的外貿協會 也是平台裡面的成員 主委 我聽了這個主委講了半天 只是一個概念 其實這個概念 我們這個國貿局 還有這個現在黃志芳先生的那個團體叫什麼 外貿協會 但我們的農委會 所輔導的農會 所輔導的農會 其實已經早就有這個平台了 好像依附你又要成立一個新的國家隊 代表說我要有新的作為 院長 我剛才跟你講的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台 我們都 我很難記得 台 台農發 台農發 當時風光成立 你今天回去 院長 你把當時的新聞調出來看看就知道 哇 這個話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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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台灣的農業 我們的農業就有發展了 同台灣的農民就會富起來了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 主委啊 院長還是務實一點比較好 我可不可以三十秒跟你報告台農發 我們引用啊韓國瑜的一些話 院長 麻煩啊 不要因這個人喜不喜歡 就馬上對他的話做決定 韓國瑜說 台農發如果表現得好 隔壁再搞一個國家隊 隔壁疊床駕屋呢 在農委會新的國家隊成型前 高雄隊啊 他當市長啊 還不到兩個月 高雄的水果外銷了六百七十多噸 魚產一千多噸 魚貨這個外銷的總值 超過三點五億新台幣 他建議 主委 那個院長 我給他的建議 他建議乾脆把台農發 無償撥給高雄市政府 讓高雄市政府帶頭去做做看 您同意嗎 縣市長要為地方拚經濟 要出口來多外銷 我們都很鼓勵 至於農委會也好 以及相關單位包括農會 包括各團體 都往這方面努力 我們也都鼓勵 也因為大家都一起努力 這些年來 我們出國外銷農產品 成績確實一再創新高 這數字會說話 所以大家請 這個數字我不禮貌的打斷你 我仔細 我禮拜一 我就上一個政論性節目 我就仔細打開看 這五十四億美金的外銷產品裡面 有將近三分之一 是遠洋漁業補的魚 甚至直接在遠洋漁業 它在那邊就賣掉了 或在船上加工就賣掉了 這個佔了三分之一 還有不少的金額 是說鴨融 鵝融 那是工廠做出來的 院長 跟第一線的農民關係很小 院長 真的跟第一線的農民關係 我是覺得了 院長你講的這些數字 我並沒有苛求你說 你不叫去了解是不是 因為你重新當院長 時間很短 我不會那麼咄咄逼人 但是院長 這些數字你要實際去了解 有的很多基本上是工業產品 你先不要講了 因為我是覺得你實在很不用工 所以真的我覺得你實在很不用工 要去接地氣 我覺得如果說台農發做得好 就讓他好好做 台農發不好 這個單位以後也就把它撤掉 尤其是院長 國家花的錢 就像台山一樣 國家花的錢 去我們立法院居然無法監督 就像你們找了一個510 農委會找那個510 造就了韓國瑜 是一樣的道理 不要因人設事 為了給某人這個高薪 給他一個高位 不適合的人也讓他去做 我想農委會 剛才所說的 昨天講的今天的媒體披露 因為他成立國家 對我是覺得 不是單位多 就一定會績效好的 院長再請教一個問題 這兩天在網路上再說 下個禮拜的汽油價格 每一公升會增加1.5塊 如果說這是真的 應該也就差不多了 這個整體的油價又回到了 我們以酒吧為例 就回到了去年11月的高點 回到去年11月的高點 那勢必對我們的通膨會造成影響 請問院長您的因應之道是什麼 謝謝 有關汽油價格的升降 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我了解 順從機制上來做 這些人也運作良好 那這個還是我上次當院長的時候 還弄這個機制 那這個很專業的 確定的機制啊 這個很專業的 在現在立法院第九屆 在第八屆 我們把它確定 那個計算的公式 那院長 國際的油價 因為國際的中東的局勢不穩定嘛 油價是漲了 油價漲 中油如果不垮台 它就必須得按照市場機制 那請問又漲 下禮拜會漲到去年11月的高峰 勢必會造成造成物價的上漲 你如何因應 再請教 我不要你回答了 這個是政策面 有關油價是不是會漲到怎麼樣 我現在沒有辦法來預測 院長你沒有辦法控制 我也沒辦法 因為那是在中東產油國家 他們的問題 我只問你嘛 當油價上漲 物價勢必上漲 你如何因應 有關油價當然會跟物價都有相關 但是不是那麼直接 那麼馬上 因為過去漲碟都有 所以所產生的相關因應措施 我們也多相關部會 都有 好院長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目前就是還沒有辦法 就是了 我先請教下面一個問題 院長 我們談 最近中選會提到公投電子連署 領銜或連署的人要登陸電子連署系統 所以他必須要用自然人憑證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一個私人的問題 請問院長 你有沒有自然人憑證 這個有關公投法是因為明擺規定 你要連署必須要親自簽名蓋章 所以相關的這個規定 我可不可以請教 你有沒有自然人憑證 你應該有啦 請問您夫人有沒有自然人憑證 這個應該沒有啦 就這樣 國永兄請教一下 你有沒有自然人憑證 有有 我在報稅跟財產生法 我都用自然人憑證 請教尊夫人有沒有自然人憑證 我太太也有 應該沒有吧 有有 她有 我跟你講 院長 全台灣我們去年 可以公投連署的人 一千九百萬人 現在有自然人憑證的 有多少人知道嗎 六百五十七萬 六百五十七萬 三分之一 因此啊 自然人憑證 一般的公務員 像我們公職人員 我們要財產申報啦 要查詢啦 大概都要 但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他會用到自然人憑證 大部分 是在申報所得 申報終所稅的時候 換句話說 不是每個人都要 醫護 一張就夠了 所以我為什麼 剛才就請教一下 我們內政部 郭永兄啊 我說您的夫人有沒有 大概夫人都沒有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院長啦 我們公投使用電子連署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照公投法的規定 然後有關相關的 未來如果我們 新的身份證等等 也可以往這一方面來進步 那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要防止 過去公投時常 發生有死人連署 等等不適合這種狀況 我了解 而且是符合公投法規定 必須要親自簽名和蓋章 好 院長 謝謝 當然我們請教了您的 這個就不再討論 還有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一個國民拿著一個國民 拿著公民最基本的身份證 他不可以去辦公投連署啊 請問一下 跟委員報告 有關目前的這個連署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連署 談話短說好不好 我拿著身份證可以不可以去 是親自簽名或蓋章是可以 沒有 自然品證 我拿著我身份證可以去辦連署 可以 但是有查證的制度 那同樣的這個道理 電子簽章法底下 也有這個查證的這個制度 又就認證機動 這個 你是代主委嗎 是 請教一下 我書面的連署也可以的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推電子連署 可不可以吧 就是為了辯明 增加一個連署的機會與管道 另外一個管道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我兩項併程 可以用到街頭去連署 也可以用自然品的電子連署 假如電子連署的系統 建制完成上路就可以 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 好不好 我們的行政院的績效 就像類似像什麼樣子 被浪費掉了 長話短說 是不是 兩個方法是並行的 是還是不是 如果電子連署上路是可以並行 你再講一遍 我們現在就是進入預告的期間 來進入電子連署的作業 查對辦法的這個預告 那我們現階段是可以指本連署 指本連署有查證的這個制度 那隨後電子連署 是不是兩個並行 是不是 是還是不是 短短一句話 一句話就講清楚 學學書院長 你在浪費我們的生命 你知道嗎 這個院長 我想內政部現在正在規劃 晶片式的身份證 對不對 是沒錯 多久以後可以上路 我想應該到明年就開始 會正式出來 對 正式出來 今年一整年都是在做相關的一些規劃 整個 部長 自然人憑證也是你們發的 對不對 對我們發的 自然人憑證發 要不要成本 要成本 一個人要多少錢 成本大概 250塊 250塊 每隔五年要renew一次 而且同時你要辦自然人憑證 你要跑區公所大概要跑兩次 一個人跑兩次 院長 我問了這些基本資料 就跟您報告了 我要花250塊 我要跑區公所跑兩次 然後呢 我只是為了 今年的公投的連署 我明年就用晶片式的身份證 就取代了自然人憑證 你覺得此刻 只規範要求 只有自然人憑證 可以做公投連署 你覺得 人民會接受嗎 不會只有了 剛 院長 你剛那邊聽懂我聽懂我講 我知道 要花250塊 因為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自然人憑證 要花250塊 區公所跑兩趟 明年就不用了 你覺得 這樣子的狀況下 老百姓三分之二沒有自然人憑證 他們會接受嗎 我剛才聽副主委講 不是只有這樣 而是增加這樣 也就是說 原有的連署 原有的連署都有 但是 我增加的這個東西 院長 我增加的這個用自然憑證做電子連署 多一個方便 我排斥了三分之二人的機會 沒有沒有 原來的照樣有 原來有自然憑證的 他也可以去書面連署 那沒有自然憑證的 他就不能電子連署 這不是相對的剝削嗎 沒有沒有 我出一個主意給你聽聽看 增加增加電子連署 我出一個主意給你 也希望中選會用功一點 四年前 我推動了一個 就在這裡 那時候是毛澤國先生當院長 我們 報中所稅要查證你的所得資料 以前通通是用自然憑證 我在四年前之前的兩三年 我花了很多 院長聽聽我講 國遠兄不要急 我花了之前花了兩三年時間 去說服了財政部 去說服了我們這個衛福部 用健保卡 健保卡是每人都有一張 用健保卡取代自然憑證 去做查掉你的所得的資料的功能 現在這幾這三年下來 大家在申報所得查詢 通通用健保卡 也沒有聽說發生過任何個資洩漏 或者任何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 我是覺得中選會真的花一點 花一點用功一點 花一點腦筋 你要用電子去聯署 我覺得這方向是對的 但為什麼一定要讓人民去花錢 而且花了錢以後 明天就沒有這個功能呢 院長 對 思考一下好不好 能夠有更好的更方便的 我們應該進步 這個我都同意 現在就因為健保卡 沒有那個電子簽章的功能 所以才會 你說沒有 院長 你不要一下馬上聽他們兩個講 現階段沒有電子簽章 你先不要講話好不好 我對你的能力感到懷疑的 我不想對沒有能力的人 跟他來對話的 院長 我們健保卡都可以取代自然憑證 做查掉所得資料的這個key 我要馬上就說no了 院長回去做做一點研究 用健保卡來取代自然憑證這樣的功能 研究一個禮拜 再給我們社會大眾說明 可不可以 可以好 好 凡事要站在人民這一邊 不要關在冷氣房裡面去思考問題 副主委 我真的是對你們 對你們中選會去年的一二四的選舉的表現 我是覺得你們是不及格的 這個中選會其實應該在這個地球上消失的了 下面請教一個問題 院長 民生攸關的 雞蛋之亂 之前有衛生子之亂 史稱安史之亂 又有四九友之亂 這都是發生在你的前任 你的前任 也是蔡英文當總統的時候 院長你知不知道現在雞蛋缺貨缺成什麼樣 雞蛋有缺貨的情形 我們用傳出性的進口 缺多少 缺多少 現在一天大概缺多少 委員報告 兩千到五千箱看季節需求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元宵節剛過 所以加工的需求開始減少 我們全部會調到消費者市場 所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不會讓消費者買不到雞蛋 百分之百保證 他又在粉飾太平 院長 跟委員報告 我們每天有十萬箱的雞蛋產量 我拿你們的資料給你們看好不好 我不會自己去 菲鴻太問政 因為我從教書出身的 我一定會拿出數據給你看 我不會 我很少用形容詞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個是農委會 在2月11號 就過完年第一天上班所發布的一個新聞 紅線畫的是 累積蛋原充裕 平價雞蛋將可補 將可供應 院長 這是上班 春節 長假 上班以後的第一天 農委會發布的新聞 但很充足 大家不要擔心 可以有平價賣給大家 這是2月11號 農委會自己的新聞 我們再看院長 從中央續產會的週報來看 我都引用你們的官方資料 上週的單價 上週就是2月10號到2月16號 雞蛋產地的價格 產地的價格 不是市售的價格 35.64一台金 相較於去年同期 也是官方的資料 上漲了15.14元 帳幅73.85 這都是官方的資料 我們再看 這是網路上官方的資料 國內每天雞蛋需求是10萬箱 目前全台產量約9萬4千箱 也就是說每天短缺了6千箱 如果剛才主委告訴我們說五六千箱 我覺得OK的 可是他講兩三千箱 我就覺得他在粉飾太平 你就不要講話了 我剛才講是兩千到五千箱 讓院長多聽聽 院長一箱蛋兩百克 這如同坊間講的一樣 坊間說一天缺一百萬克 就是缺六千箱就是一千兩百萬克 一百二十萬克 如果說是缺五千箱的話 就是一百萬克 這是現實 院長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當然你剛當院長沒多久了 之前我們確認危機 是天災還是人禍 農委會都通通推給去年的 八二三的大水 八二三 院長 八二三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 疫苗也是疫苗 去年的八二三 執政的叫民進黨 總統叫蔡英文 院長叫賴清德 現在是一百零七年的二月二十二號 隔了五個月 總統還是山英文 執政黨還是民進黨 當然院長換人 院長 我不對你苛責 這個問題是吃的問題 民以食為天 趕快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希望三個月以後 你不要再告訴我 有任何的理由了 是不是 農委會 如果說你很低調的講說 實在對不起 我們現在一天缺五千箱 六千箱 我們努力不夠 我相信你講這個話 老百姓會同情你的 會站在你那一面 而不是 我們沒有錯 一天只缺兩千箱 院長 這個話大家就聽不下去了 你懂這個意思嗎 跟委員說明 我們對外就是講 每天缺兩天到五千箱 院長 我們透過加工 我們要用 你原來當農委會的副主委 也是你管的業務 到你現在當主委 你再講多 我覺得老百姓就覺得 你只會當官了 缺蛋了 人家在問 到底雞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 院長 我個人覺得了 是人的問題 好不好 把人的問題先解決好 雞的問題 雞蛋的問題 就自然解決了 你同意嗎 我同意人應該要努力 那確實也有 像淹水那是天災的問題 疫苗出問題 其中包括疫苗問題 如果疫苗問題 那就人都要管理好 院長 院長 煙水已經六個月了 不是我剛才講說 823 今天是2月26個月了 你怎麼樣也要想出辦法 現在農委會居然想出辦法說 我要去進口 你讓雞蛋 讓雞蛋的物價 張一點 對農民基農有利 我也並不反對 但是你張的太多了 院長你懂我講的意思嗎 半年輕的農委會是他們 是這幫子的人 現在還是他們 然後講的一大堆理由 都不是我農委會的做 院長 這樣子的官啊 這樣子的官啊 老百姓不生氣才怪 你懂不懂我講的意思 院長 理由太多了 多到沒有人想聽 多到大家只知道 這個政府是腐敗的 這個政府是無能的 這個人只會在搶遍 你除了會搶遍 你還會還會幹什麼 我沒有搶遍 你還會吃飯 來說明雞蛋缺蛋的問題 包括分布泥 包括疫苗 包括水災 院長我是對你 我對你是有 我們昨天晚上有說明清楚 請許智傑委員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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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國瑜團隊裡面 我不方便指名是誰 他們也有人講說 其實我們高雄市的施工品質不錯 我想這個部分我應該做一個澄清 我們台灣 因為跟香港 基地的神經國家有共同廣告 台北市也有一些部分有共同廣告 你有共同廣告的部分 你不用水港 電港 輸港 油港 頂頂 所有的工路都藏在路面裡面 對 所以這麼大的雨 坦白講 包括如果這麼大的雨 這麼久的時間下在新北市 恐怕也是五千個洞 所以這個部分剛才院長講的沒有錯 那我們也要再次呈現一下 我們高雄市 其實我們施工品質是有水準的 那很多人說我們治水無效 我們在當時 事實上我鳳山的赤山地區 已經有七年沒淹水 這一次下這麼大的雨 所以又淹水 有淹到水的民眾 我們要跟他們說聲抱歉 我們要謙虛 就是說做不夠的 我們再繼續加強 但是我們做得不錯的 所有全國民眾可以去我們洪山 車山給他們問問 注重 自從此做好之後 我們已經有七年沒淹水了 所以自從此絕對是有效 我們治水絕對是有效 所以我覺得剛才提到823 我覺得有點感慨 就是說高雄市 我們的工程 軟體 我們整個的基礎是不錯的 所以在這裡也要替我們高雄市再做一個澄清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應該更謙虛的去面對 的確是有淹到水的 我們未來怎麼改善 我們要再努力 但是這一次民進黨 坦白講 真的是選得很難看 那我想蘇院長 會做事接地氣 那我想說是不是怎麼樣對全國人民宣誓說 我怎麼樣去做 可以讓人民找回信心 就是說包括我們做的理想 理想是很好 但是我們理想會太高 這個怕不夠 這個理想跟務實之間的差距 也要拜託院長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內趕快來做調整 因為這個部分人民有怨 要怎麼去解除民怨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要很務實的去告訴大家 比如說這一次的 我們很多問題 就是這次大敗 其實我檢討過很多 包括同性婚姻 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 老車淘汰 燕捐30 農地工廠等等有很多的問題 那當然首先院長 就是這個農地工廠的部分 也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這個部分大致上反應還算不錯 也在這邊給院長一點鼓勵 那另外就是說 包括那個 同性婚姻 事實上這個案子 我們這次行政院的決定 這個版本 事實上我們南部 還是很多人不滿意 當然院長也提到說可以包容不同 那互相和善對待 這個部分我們會盡量再去做溝通跟了解 是不是還有一些研究的空間 那也希望說院長到時候不要給我們壓力說 一定要通過哪個案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必須還有一些研究跟改善的空間 另外就是說那個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我想請教一下院長就是說 還有沒有空間 事實上我們年金改革這個部分呢 當然為了要讓基金永續 這個我們改革的方向跟想法是很好 但是呢我認為不平則民 現在軍公教坦白講是 公教是砍得比軍還要大力一點 那年資補償金的部分 軍人可以有年資補償金 但是公教在今年6月之後 就不能再有年資補償金了 在這個部分也沒有機會 我們符合我們改革的理想 但是我們可以調整一下腳步快慢速度 可以讓公教可以有一點接受的 再改進的空間 這個部分院長跟人事長也沒有規劃 跟委員報告 我想委員提的這些議題 其實陸陸續續過程也都有 因為這主管機關還是在考試院的全序部 包括年資補償金這一部分 整個大的一些議題 那我了解他們也確實有聽到這些生意 也有一些討論 不過我想實際的情況 我現在還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主管機關是在那邊 我想我們既然是會做事接地氣的院長 就是說每一樣 我們每一樣都必須檢討 比如說有人民跟我開玩笑說 阿嬤要分到蓋裡頭 你們民進都蓋三十 像這個部分 事實上煙捐來處理長照 這個部分不穩定稅基 來處理這個我們長期要推動的政務政策 是不是能夠完全滅氣 那當然我們不鼓勵抽菸 但是中下階層的勞工抽菸了很多 我們就對八成行股把它提前出來 他就是感到不太開心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調整的空間 我有跟委員報告 我想整個年金改革所節省的這個經費 事實上都全數挹注到也是這個基金裡面 就目的就是要確保就是說 這個年金可以這個永續經營 那當然外面有一些討論 包括說我們因為是軍工就要一起改革 那軍人真的是因為他的一個特性 真的是很不一樣 所以整個大的這個 我知道這個人事長也提的 這個我都知道 基本上有特殊處理 那當然現在就有這些 可能後續的一些議題大家要處理 我再舉個例子 人事長自己都沒有用過國民旅遊卡 國民旅遊卡本來是公叫他們的加班費 那我們加班費把它變相變成說 來做國民旅遊卡 然後呢又限制重重 那細節我們在院長這邊 我們就不用談太多 但是就是說在整個方向上 我們應該去放鬆放寬 你已經在退休金這裡拿一條 你這裡是不是說這是他的加班費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放鬆一點 不要再說要把他的加班費拿來做 推動觀光旅遊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政策的配套 這個部分該是給人的權利就給人家 該是正我們國家要去推動的方向 我們自己看從哪裡籌措一個穩定的預算跟稅計來處理 是不是這個部分也有改善的空間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上次在那個委員會的時候也討論過 確實現在這個部分是轉由這個人事經濟總處來負責 那事實上我們內部也在討論說 怎麼樣讓他可以有更鬆綁的那個方向再進行 事實上內部有在激起的討論這個方向的可能 對我的意思就一樣一樣 比如說老舍淘汰院長可不可以跟我們 我們全國的民眾大概講一下 這個部分院長有想到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去紓解民怨的 對啦 我覺得哪會可以 安裝要做法上哪會可以更好 上官的組織部會 他們都希望用什麼方式 大家又更方便 更麻煩 所以老舍淘汰我記得院長有說一個方法 是不是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說現在不用設定淘汰連線 我們用補助或者是用增加福利的方式 讓你自動來換 那我就沒有強迫你淘汰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我們民間開貨車的朋友 也都抱怨連連 這個部分是不是院長有好的方法了 現在相關的部會 研究過去 一個空屋設立之後 後收營之後 安保室就訂一個樓 要安裝防止空屋 就要淘汰連線 這種的做得比較快 隨時要做得更高也困難 那也不必要這樣 所以現在的園圖就是 不用淘汰連線 電圖屬性 來看安裝油 可以原有要達到的標準不改 小想也是要防止空屋 但我們用補助方式 用改良的方法 讓立到這個目的 也不用淘汰這麼多的車 所以如果要買新車 安裝油來補 他買新車 需要立的管稅費不稅 讓他減輕負擔 帶換新車 收股車 安裝油再來收股車 還有一支 這樣減輕這老車業者 本身有時候一個人 塞一台車 就顧一架口 這種的最低優先 要幫忙補助 所以簡單說 就是說現在老車淘汰 不用設定連線 現在空汙 空汙的標準 我不用設定連線 你用補助來淘汰換的速度 這個委員就是 就是 歸期 這個做法 是像 你剛才說的 他們去很大的民怨 是 做到也屬性 做不夠 多個人 我們 現在 標目的 不改 就是要減輕 空氣汙量 但 方法來調整 就是說 讓這些老車 的所有車 比如一個人 一台車過一家 一台車 就在艱苦 你說 他怎麼有錢 人 馬上要換一台新車 所以要換新車 會 給人民的錢 來貸款幫忙 所以 因為裡面 其中很大條 是那個管水 火不水 我們怎麼來幫忙 所以 這個 用改良的方式 他的車 就不用那麼大的物量 用這個方式 這個 都方便 來研究 古鐵案 我們送出來 和 向社會 國際 來報告 總是 我們 我們說 常常 那些車車 總 台北調 那些年限不來 不會這樣 標準 沒限 但幫忙 加很多 這三個方向 好 標準 沒限 幫忙 加很多 好 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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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們所有的 師傅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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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方法 最多方法 做出來之後 這裡來報告 社會國際 知道 就是把這些老車 的 或是 這些業者 來報告 方針 政府 要這樣做 院長 我大的觀念 就是說 這一些我們一樣一樣來檢討 就是說 這 這次 民運說三星的 我們一點一點 我們要很清楚 把我們人民交代 說 醫藥我們要怎麼調整 老車 太太要怎麼調整 他理醫生 要怎麼調整 年限改革 要怎麼調整 能源政策 要怎麼讓我們穩定供電 頂頂 我們一項一項 要把我們百姓報告清楚 所以還有一項 我向院長請教 黨政軍 退出媒體 這個部分 院長的想法 不知道 這是過期民進黨堅持的鑑蛋 院長現在感到堅持這樣的鑑蛋 沒有 本來就是過期 都國民黨一黨控制 啊都 他這個 媒體是他的選團幹固 所以 我們 過期就是一載說 不應該 利用黨 政軍 利用媒體 來把人民洗腦 啊 講這些 不對的事情 所以 黨政軍 不應該 操縱外套 經營外套 控制外套 這是我們 堅持的態度 對 未來也有可能政黨倫體 不管每一黨 你對這個東政軍 一個 規定一定要 騎好 不然你這樣 我們現在 崩山 未來也把黨做 他還有理由 其實這樣不是來來回回 這樣會影響到 我們整個媒體的自由度 照說 這種原則 我們 西中堅持 但是 白雷黨 還有一個 想要 這樣做也不一定 這個我 沒辦法去批評白雷黨 我們黨一直說 我們就要收台灣的主權 有黨的主席 他就宣佈說 他的黨如果再回來 他要跟中國簽 好平協議 這樣就有那種黨 我們 對白雷黨 他要怎麼做 我們沒辦法 批評 約束 但是 人民是 國家的主人 要選對 安全運動 會參選什麼 福祉 人民 也要自己 已經沒什麼時間了 主委 我還要說 你像中華電信 自己可以當自主頻道 這個就等於是一個 壟斷跟操縱 這個對媒體的自由 新聞的自由 節目的自由 是不好的 這個部分NCC 可以准他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這個部分 應該是 時間不夠了 是不是院長 可以跟NCC再討論一下 我們真的是要維護 我們媒體的自由 主委說 好 跟委員報告 那個黨政軍 絕對我們是依法遵守 那中華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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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接着请郑天才委员咨询 巡大时间为30分钟 副院长 苏院长及所有的内阁团队 有请苏院长 请苏院长 来好苏院长 来好 院长 上一次当任院长的时候 郑天才我是原住民主委员会的唐务副主委 所以我可以称你长官了 长官好 来我给说长官 我们苏院长 你特别在市政报告的时候 特别提到 要带领行政团队 接地去 解明宴 务实做事 希望接下来的所要提的这些重大的议题 都是这三年来没有完成的部分 希望院长能够交代我们相关的部会 能够尽快的 很快的 能够实的把它完成 首先就是三地管制区 大家都知道 三地管制区是76年 洞严勘乱时期的一个产物 这是为了确保所谓的三地治安 但是三地乡因为被列为三地管制区 常年我们的居民出入 生活都不方便 建筑就因管制而受到影响 76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所以国家安全法必须要修正 等于在105年12月14号提案要修正 古拉斯当立委的时候也提了提案 106年11月15号 在内政委员会审查完毕 106年12月6号 党团协商 你看这个党团协商的一个结论 都已经做好了结论 开会的时候党团都没有意见 但是各部会竟然反悔 行政要反悔 民进党不支持 已是无法二赌跟三赌 三地管制区竟然尚未废除 希望回去之后 请苏院长请相关的部会 重新赶快支持 不要反悔 接下来 国防部迁徙原住民族的部落 侵害部落积住的安宁前 我们看这个地图 这个是智航机场 智航机场 我们有几个部落 左边指示的部落是巴沙瓦里部落 也就是富冈 亚瓦兰部落 在这个地方 在智航的旁边 在智航的右侧 我们的部落本来在智航机场里面 因为要盖智航机场 把我们迁移到智航机场的隔壁 但是长年来 我们受到严重的噪音 民众一再的沉寝 一再的沉寝 虽然国防部有定了一个 军用机场航空噪音改善经费的处理原则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实施 因为按照国防部所编列的经费 他必须要轮着 院长你看这个地图 有这么多的理 他要轮着去 一个理一个理一个理 他的经费很有限 最接近智航机场的富峰理跟富岗理 要到民国89年补助的第一次 要在30年之后 30年之后才会轮到他 用轮的 用轮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噪音补助最主要补助是什么 这个冷气机 冷气机要30年才能够轮 你看我们主机总处的对于冷气机的财务标准分类 9年就可以退换 9年了我们要等30年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应该要赶快去调整 我一再的咨询国防部 无论是部长或是相关的 党委也做了一个提案 但是每一次国防部说我就是没有那个钱 主机总处也不给他钱 主机总处说我免那么多钱 所以五年累计税收超真的 6000多亿干脆就自用在这里 不过是小儿科了 所以这个部份请尽速的来办理 退伍会应该返还原住民族的土地 谢谢 国军退除官兵辅导条例 定得很清楚 为辅导退除官兵就业 退伍会的土地 是拨用国有土地 而这些国有土地 很多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 是为了要辅导就业 但是我们看这个 这族官兵的土地在原住民族地区 一望7000多笔 5000多公顷 退伍会台东的农场来看 他自己经营的 自营的只有22.51% 其他大部分都是委托经营 或是被其他使用 退伍会台东农场 委托经营的 而且颈部分辅导 退除官兵只有13个 所以完全不符合 相关的这些规定 像国有财源法也特别规定 如果你拨用的目的 拨用的目的用途废止的时候 变更原定的用途的时候 应该要返还给国有财源署 所以财源部曾经在106年4月24号 退伍会未符合法律之土地 因返还正式的行文给退伍会 经过两年多了 没有一笔土地是返还给国有财源署 而这些土地返还之后 当然就跟我们原住民有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退伍会用官微欺压原住民族的长照机构 农民医院是退伍会所辖的 106年7月11号 退伍会的农民议理分院 主动行文给我们的原住民族长照机构 说要变更企业内容 我们的长照机构也同意 双方合议就变更了企业 退伍会竟然月前 他不是企业的主体 要求这个农民议院 一礼分院 你不可以变更企业 所以双方的企业本来是合议的 现在变成未合议 本期召开多次的协调会 也咨询了多次 退伍会说 那你去打这个调解 送到公共工程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调解 吴政委 吴主委 那个单位去调解 工程会调解的结果 退伍会有责任 农民医院 议理分院有责任 但是退伍会竟然不接受 工程会调解结果 同样是行政部门 那我们原住民族的长照机构 就这样继续被打压 我们接下来看 行政院应该尽速 核定原住民族的劳保付出 我们看这个 近45万的产业外劳 近45万的产业外劳 百分之百加入劳保 看我们原住民 原住民的劳工 因为很多都是无一定雇主 而原住民劳工 加入劳保的有17万多人 未加入劳保的 劳工有3万2000多 占多少呢 占15% 产业外劳的劳工 百分之百加入劳保 我们原住民的劳工 有15%的劳工 没有加入劳保 所以原住民族基本方法 很早就规定了 政府对原住民参加社会保险 无力负担者 得以补助 经过咨询之后 不是只有我咨询 还有其他委员也咨询 劳动部很快的 从106年4月13号 开了 石市长开了多次的协调会 劳动部同意来 编列议算 来补助 原民会 因为跟有一些需要协调 本席也召开了两次的协调会 因此后来 原民会跟劳动部 会宣 要定这个补助要点 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迟迟不核定 所以本席在106年11月16号 在内政委员会提案 请行政院在一个月内 来核定来补助 但是从现在 从106年11月16号 应该是一个月 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都没有核定 像这样的行政院一再的拖延 所以行政院应该尽速的核定 原住民参加劳工保险 及就业保险的一个补助要点 这个要点多有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应该要尽快把它核定 这个部分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等一下再回来 等一下再回来 谢谢 行政院 接下来 行政院应该回复 原造族的传统领意 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21条 是本席在104年1月12号提出的修正动议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 特别授权人民会 要订定原住民族土地的划设办法 也就是原住民族传统领意的划设办法 所以107年6月11号 邵族的传统领意公告了 当时一将主委 跟很多的邵族乡亲 风风光光地公告了 邵族的传统领意 很遗憾的 行政院在108年1月18号 撤销了邵族的传统领意 你上任之后 第一件原住民族的重大事项 竟然是撤销邵族的传统领意 当然 连这个只要补正程序就可以 我不愿意克责苏院长 我不愿意克责因为你刚上任 重点是在哪里 苏院长 看这个地图 1722年清朝康熙化设了藩界 大清立立是法律 大清立立说 民业界 人民是谁 清朝的人民 民业界 入深藩地 深藩地 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土地 似同出道 入观赛 是非常清楚的 大清立立的规定 日记时期 1895年 26号日令 抢夺了 抢夺了我们的土地 他说 无官方政绩 及山林营业之地气 视为官有 所以我们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的土地 全部变为官有 台湾省政府 台湾光复之后 台湾省政府 在民国 36年 民国36年 发了一个这个令 令了一个台湾省土地 全力清理办法 台湾省土地 全力清理办法的第八条 第八条 这个物质比较大 第八条 今前台湾总督府 就是日记时代的台湾总督府 依据土地调查 及林野调查 清理之结果 归公有之土地 盖不发环 是台湾省政府 民国36年 盖不发环这个土地 蔡总统在向原住民族 道歉的时候 特别提到 台湾这块土地 400年前早有人居住 有自己的 语言文化习俗 生活领域 所以这个部分很清楚 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在中华民国 政府来台之前 已经存在 我们看这个表 刚刚提到大清历历 清朝的十几 有了翻箭 承认原住民族的 传统领域 日本时期 日令26号令 把我们收回来 国民政府的时候 一样盖不发环 原住民族基本法 还了给我们这个土地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 从法律 从传统历史而言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是什么 它是一个领域 是一个主权 是一个历史事实 它是一个法律确定的事项 大清历历确定的事项 原住民族基本法 确定的事项 怎么可以受理书宴 行政院不应该受理书宴 所谓行政院不应该受理书宴 你看看这个书宴决定书 书宴长你看看这个孔雀眼光光公司 它是一个公司 它提起书宴 它不是公有土地的管理机关 竟然它受理 行政院给它受理 说言处分撤销 所以行政院不应该受理 传统领域之书宴 应该行政院亡羊补牢 应该要撤销这个错误的书宴决定 来还给回复 应该要回复 赵主的一个传统领域 这个部分 行政院长 回去赶快跟这个书宴会 法规会主委 赶快去撤销 依行政程序法 错误的行政处分 把它撤销 回复赵主的传统领域 这个是一将主委 为什么我会画这个图 我用过很多次 一将主委过去是 黄我土地的总指挥 因为黄我土地 受了很多的不当的待遇 相关的这些甚至坐牢 当时没有宪法的保障 对原住民族 那时候也没有原基法 现在一将主委 站在这个宪法之上 站在原基法之上 但是他现在受到总统府很大的压力 受到行政院很大的压力 我们看这个105年8月1号 蔡总统向原住民族道歉的文里面很重要 他说蔡总统说 我们有相当进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不过这部法律并没有获得政府机关 不是人民 并没有获得政府机关的普遍重视 他说我们做得不够快 不够前面 不够完善 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这个是蔡总统的道歉 经过了将近快三年了 我们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刚刚是传统领域 这个也是原基法规定的 现在双族的传统领域被撤销了 现在赶快回复 我们看这个土海法 应该要进出宋立法院审议 这个会议记录 这个有苏贞昌院长的名字 95年9月11号 召集人是苏贞昌院长 这个是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会的 第一次的会议 当时本席是 原民会的常务副主委 为了召开第一次会议 要让苏贞昌院长 要让这个国家 能够赶快的对原住民族土地 有更好的一个主权的返还 所以我去协调了内政部的次长 当时的次长是谁呢 常务次长 林忠生常务次长 我协调了三次 要求把原住民族土地的法力的主管机关 要还给原民会 因为过去在台湾省政府时代 原住民保留地的一条叫三地保留地管理办法 主管机关是谁呢 是省府民政厅 主管原住民事务的 而不是地政处 不是省府的地政处 所以一直以来原住民族土地的法力主管机关 是原住民族行政部 但是内政部后来把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因为一由中央法规 因此就变成内政部 而且是地政市在主管 原民会在民国85年12月成立 当时就协商要把原住民族土地的主管机关 要移还给原民会 那当时的内政部不同意 所以本席当常务副主委 去协调了三次 林忠生次长终于被我说服 因此提到这个原基法的推动会的第一次会议 第一案 原住民族土地法规至中央主管机关 归属问题一案 院长你拍板定案 由原民会作为原住民族土地的法力的主管机关 因此 我们就跟原民会就开始根据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条第三项 制定要拟定原住民族土地及海法 也就是土海法 本席当常务副主委 邀请了各部会 开了十一次的会议 终于把这个草案送到行政院 当时苏院长你指定了谁呢 不是指定当时的林政务委员呢 你指定了现在也是当时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 政务委员兼主委 终于完成的这个土海法的草案 所以就送到了立法院 我们看这个旗程 当然送到立法院的时候 你已经离开立法院 行政院 96年11月26日 当然是你完成的这个草案 后来97年也送了 104年也送了 105年也送 可惜都借其不联系 立法院都从来没有审查过 为什么呢 因为都送得太晚 所以我们很期待 多有草案 所以这个105年 民进党再上了应该520之后 应该很快 因为蔡总统说 我们会加快脚步 将原住民族最重视的原住民族土地及阿异法 尽速送到立法院审议 行政院在105年6月27号 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也说要将在第九届第二会期 也就是105年的12月31号 要送到立法院图埃法 以降组委也说 第二会期 行政院在105年12月7月6号 7月6号又说 105年7月6号又说 在立法院说的 而且是一个书面的报告 105年12月底以前 将图埃法送到立法院 现在已经是108年初 2月了 所以图埃法在原推会 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会 在2018年8月30号 把他启程延后到107年10月31号 然后第十次会议 结果图埃法的议定完成 不见了 所以原基法推动会 变成原基法 退回的会 原退会 原退会变成原退会 原住民的一个土地法 土埃法的 蔡总统说 要很快的 要送到立法院 这样的一个承诺 事实上是跳票了 所以这个部分 也请苏院长 你们能够对前面的部分 让我来说 跟你报告一下 最主要是要很快的送来 赶快送来 我们看这个 部落公法人的设置办法 你这样一直要讲 你说图埃法 你说图埃法 这本来不是你 那是行政院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行政院 一些政务委员 我不愿意点名 伟大的政务委员有意见 然后总统府那边也有意见 刚才那个图很清楚 你不要懒自己懒 你是原住民族土地的 还我土地的总指挥 所以这个不要自己懒 你要懒的是这个 接下来的 也有关系了 跟行政院政务委员也有关系 部落公法人的设置 设置办法应该尽速发布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之一 是本习在104年4月15号提案 104年12月1号立法院三读通过 104年12月16号公布施行 现在也三年多了 这个第二条特别授钱 人民会要订定部落公法人的设置办法 部落公法人的设置办法 这个蔡总统在105年8月1号的道歉文 也特别提到 部落公法人的制度 我们已经推动上路了 这个特别媒体也报道 事实上 苏院长 部落公法人的设置办法 人民会很快的就订出来 而且一再的开会 开会开会都订出来了 说到原基法这座完考 第九次的委员会 原基法推动会 把其成延获到107年12月31号 当然跟蔡总统所谓的已经上路是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也认了 但是呢 到了第十次的委员会议 这是2018年12月25号 苏院长你还没有上任 这个部落公法人的设置办法 变成没有其成 没有其成 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蔡总统公开向全国 尤其是向原住民主道歉的时候 所做的一个承诺 竟然跳票 而且是原推会变成原退会 我相信 这个 苏院长你 当劳院长 希望能够像第一次的 原推会的第一次会议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把原住民主土地的主钱 这是主钱 法律主管机关成为人民会 就是主钱 既然有了主钱 应该就要充分的尊重 人民会所定的这些法规 而且 这个部落公法人设置办法 或者是涂海法 都是经过相关部会的 开会协调 事实上人民会 按照我过去 我们都会退让 会退让 但是经过退让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 依原来的规定 依原来的旗程 去推动 这是不应该的 希望这个 主院长在你第二次上任 院长之后的第一次的 原推会 希望能够很快做最好的一个决定 好 我们看这个土地法第十四条 划定原则修正了两年 回复祖先土地毫无进展 毫无进度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潜力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潜力 土地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说 左类土地不得为私有 第一个是海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 而私有 第二个最主要是第三款的部分 可通运之水道 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 不得私有 本西像当时的内政部部长 叶俊隆部长 咨询了很多次 叶部长很快的 就修正了在106年2月22号 内政部修正了 这个土地法十四条 不得私有的划定原则 只要工厂管理机关同意 就可以增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人民会106年4月28号 也配合修正了 工有土地增编原住民保留地相关法令 法规已经齐备了 法规都齐备 工厂管理机关 工厂管理机关也都同意 本习在106年3月27号 在东河乡公所召开了协调会 各机关都同意 106年4月11号 本习在封滨乡 召开了协调会 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乡 还有一部分在寿丰乡 寿丰乡的部落 本来是被列为海岸一定限度内的土地 在岩辽部落 经过本期在上一届 没有修划定原则的情况之下 内政部去协调了 这个协调限制 把我们的岩辽部落 本来是划入到海岸一定限度内 也不得私有 他把它修正公告划出去 现在有法规已经很齐备的情况之下 但是到现在这两个乡 封滨乡跟东河乡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笔完成了 经过两年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 要请人民会加快督导地方政府 住宅法 修法公布施行已经两年了 超过两年了 中央研民会上位提出 装供原住民族居住的社会住宅的计划 住宅法第二条第四项规定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也就是研民会 因事原住民族教育 及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的需要 来新办装供原住民族的社会住宅 内政部也同意 我执行过前任的部长 他同意用住宅基金 来作为新建原住民族的社会住宅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提出计划 院长 最后几的时间 我只是要院长承诺 把这些重大议题 尽快的督导各部会 可以吗 谢谢委员 真的听你这么整段时间描述整个历史严格相关事项 对原住民来说 真的在这块土地上 真的是血泪斑斑 从外来民族这样气悟 实在是不公不义 那一旦准备 对原住民族的闻 从外来民族的病人 这段时间描述 那么多大许 那么儿 我看你 这段时间描返 看你 是我 接著請蔡毅宇委員質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先放第一頁 第一頁就是說 不顧北京反對 我們全力要支持行政院 那為什麼要講這句話呢 當然就是我們看到了 我們自己國家的元首 宣布競選連任 那竟然會有媒體放著一個標題 說不顧北京反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搞不懂 搞不懂 那當然我們也是不顧北京反對 我們全力來捍衛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蘇內閣 那我是不是先請我們國發會 我們主委 請國發會的陳主委 主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 我想因為我知道說接下來這一年是叫做地方創生元年 那我們基本上去年已經規劃了一整年 那如何在2019年要來推動地方創生 那我想地方創生這個概念 我們院長 我們蘇院長他一定是非常的有經驗 因為過去蘇院長在推動一箱一特色的時候 包括福隆的海洋音樂劇 包括平溪的天燈節 那都是在新北市 阿辦的有聲有色 而且帶動活絡的地方的整體的一個產業 等於是他們是用活動的方式去活絡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了我們現在要推動的地方創生 我們回到地方創生後 可以發現說 因為我們在推動地方創生 就是要解決台灣高齡化 以及說人口分佈過度不均 那以其在一些地方上 它的能量的一個不足 那以目前我們要為了要推動所謂地方特色的一個DNA 然後又找到地方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有規劃了全國大概 我列舉的這樣一個地方 這裡有包括山區 有包括海區 有包括平原 那有包括原鄉 它包括了這些地方 但是我們知道 真的要推地方創生 並不是說你直接匡列了 這一些鄉鎮叫做我們的指標示範區 他們就有辦法做地方創生 基本上它需要太多的因素 包括它要有錢 它要有人 然後它要有產業 所以基本上 我們現在所匡列的這樣的一個 所有的一個鄉鎮中 主委你覺得每個鄉鎮都有辦法確實做到符合你們期待的地方創生嗎 我首先非常謝謝蔡委員 蔡委員已經第二個會期以地方創生來作為這個總質詢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議題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台灣在過去五年只有六個縣市的人口是有成長的 其他的人口都是流失的 那因此呢我們在盤點的時候呢 我們是針對從人口流失的速度比較快的 以及它的收入是比較低的 365個鄉鎮市區裡面先篩出來有134個是屬於就是說它是比較偏鄉 比較需要去協助的但是剛剛您所提到的我們一定要有產業 要才能夠讓他們能夠有生計才能夠帶動生機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們現在是最盤點他們產業的DNA作為我們最優先的 那盤點出來以後我們就會適度的依照他的需要去輔導他們看如何去做出力 主委如果沒有被盤點是在最優先的 那他們如果也有想法那要去做地方創生的話有沒有機會呢 因為我要舉的例子就是說我上個會期跟大院長在講的時候 我舉了嘉義縣六角鄉那我說了極限部落 那第一個會發生的極限村就在我們嘉義的六角鄉 後來有一群人他們確實想在這個地方要投入地方創生 那這樣的話如果他們真的要去投入未來跟你們的合作這是有機會嗎 雖然他們沒有在這裡的鄉鎮 現在跟委員說明一下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在地已經有人他已經在地蹲點一段時間了 那他也看出了他的產業他的DNA是什麼了以後 國發會就有一個平台他可以直接跟我們聯繫 我們就會下去看他 看他需要還有什麼樣的補助或協助 那這個的話絕對不是在我們篩出來說只有134個鄉鎮市區 主委就確定了說事實上每個鄉鎮都有機會 因為並不是說他是優先鄉鎮他的能量就夠 主要他真的是要有一群有一群熱心有熱情的人 這種地方創生才有機會 對人最重要 好那回到了這個地方創生 我們列舉了說地方創生的三支鍵 那第一支鍵叫做鼓勵企業投資故鄉 那認養創生企業 所以企業大概是地方創生最重要的一點 但是以目前我似乎還沒有感覺到 我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有企業要投資 那你要怎麼去鼓勵企業呢 目前我們目前大概只有所得稅法的第36條 就是你對於特定機關團體的捐贈 有10%可以列為你的當年度的費用 那這一個話它就是變成一般一般一樣嘛 你並沒有 目前我們沒有感受到說 好我去那要投入地方創生 政府就這樣就給我鼓勵 所以我覺得像日本他們有所謂故鄉稅的概念 我企業我所納出的一個稅 有部分讓我有選擇權 我可以把這樣我納的稅指定到 特定的一個鄉鎮或者是我的故鄉 或者是它這個已經通過地方創生的一個區域 我們有可能用透過這樣的一個稅捐獎勵 來鼓勵企業投注地方創生嗎 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故鄉稅的部分 財政部經過研究之後 認為我們的稅制跟日本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試圖的再從其他的誘因裡面 來讓我們的企業願意回鄉投資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一直在媒合 其實我已經有兩個成功的案例 一個在宜蘭 一個在屏東 已經有企業家願意回去投資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企業家 也都很有社會責任 他並不見得就是一定要讓他有這個 所謂的節稅等等 他才願意幫助他自己的故鄉 但是我們在講要有第一支劍 這支劍我希望是更充滿誘因的 如果我們單是就從他對故鄉的感情 或者是道德勸說 我想這種誘因還是不足 財政部會再繼續的研議 不過就是現行的稅制上他是有困難的 不過他可以列為公司的費用 如果他用捐贈的方式是可以的 另外一個也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國發基金也匡列了 對於這個地方創生的事業 也可以來投資 那有可能說我們提高他可以去捐贈 所可以列舉的扣除額嗎 如果站在公司的捐贈的部分 可以從10%再做部分的提高嗎 那這蘇部長要跟您說 根委員報告 事實上依據我的了解 那個國外會所研定的地方創生的方案裡面 就是說如果他透過這個地方創生的專戶 去捐贈的話我們會認定他是百分之百捐贈給地方政府 那這個是可以百分之百當費用來擴除的 對那是他捐贈到地方政府百分之百 那地方政府有辦法在這個錢再回到這個地方 他要投入地方創生的地方嗎 對就是地方政府會設一個專戶 那這個捐贈就是一個指定用途 用在地方創生的事業 所以他會有一個專戶 我們就把他認定百分之百捐贈給地方政府 好理解 完全可以當費用擴除 好那地方創生第二支劍是科技導入 那我想這個是回到他們的提案內容 那第三支劍叫做整合部會創生的一個資源 那針對這一點 那因為我也確實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今年在啟動這個第二創生 這個USR計畫的時候 基本上經費是不足的 所以整個USR他的經費不夠 那經費不夠的話等於是說 你這個地方創生 你一定要叫人家創生 事實上最難的就是在前面這個地方 他可能要有計畫 然後他可能要跟社區要去做開會 要去做一個媒合 但是你這個USR計畫 你經費不足的話 你會把整個計畫的責任丟到了地方的一個公所 但是公所的能量會不足 所以他還是得需要有大學有教授的一個投入 那這部分的預算有可能來做一個整理嗎 跟委員說明一下 USR是教育部的一個高教生根的計畫裡面 他希望把他這個學校的社會責任也來協助我們的地方創生 所以他是一個輔助型的 那我們的提案呢 並不一定要像過去申請補助寫那麼漂亮的計畫書 剛剛提過了 你只要把你的產業DNA找出來 你認為這個就可以增加你的就業人口 能夠活絡地方的生計 但是有的產業DNA它是需要成長的 對 它現在地方是有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會有的 可是問題這個投入間中要怎麼跟地方創生 再串在一起它需要更大的元素 所以我們那個資源的整合的部分呢 是所有部會跟地方創生相關的經費 我們都會來做統一的這樣的一個資源的分配跟討論 那教育部的部分他們有他們的機制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謝謝委員關心 因為確實我們鼓勵大學 從兩年前就希望能夠不只在學術教學研究 也應該進入到關心地方的發展 那剛好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地方創生的案例 所以在今年初 那我們就邀請154所的大專校院 那也特別請國發會來 將整個國家在地方創生的這個戰略 讓學校明白 那現在呢也希望利用這一段時間 讓學校開始來著手 預計在6月就希望能夠把這些 我們要再快一點 因為再到6月 在6月這樣就太慢了 6月他們就要送件了 這個原來教育部就有支持 這個整個大學發展的計畫 只是希望這個對接起來 能夠讓他們這些在大學的人才 尤其不管是在地方的發展 尤其跟產業的連結 我想這也正是委員你所關切的 只有這樣的結合 這個力量才會大 好 謝謝 那主委跟部長可以請回 那我們是不是請農委會 農委會主委跟經濟部部長 請農委會陳主委經濟部審部長 我現在要聊的就是說這個嚴重地層下限區不利農業經營 然後可以設置綠能的一個農地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知道說它分為有兩次的公告 分別是104年的8月以及106年的9月 那在104年的8月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雲林嘉義跟彰化 在106年的9月的時候公告了雲林台南跟屏東 那他們都是這個地方有不適耕座 有一個不適耕座 那我們這個地方會不適耕座 主要就是開中民意就是嚴重地層下限 那我比較遺憾的是在106年9月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嘉義在沿海不是耕座區 大家也都希望去投入這樣的一個光電 但是它沒有被納入到專區 那我們在106年的時候 我們也拜託嘉義縣政府 把這個專區的部分要予以調整 很遺憾的就是當時候縣政府並沒有提報 因為我們當時候的農業處長 基本上他對這個案他站在反對的立場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不恰當的 是第一個我已經寫在這裡了 就是說我們嘉義縣公告的區域來說 目前的範圍是最低的 只有0.88% 跟第一的雲林到達了2% 這個相差甚多 第二個就是說 我知道站在主委的立場 你會認為說很多農地是需要要被保護 而且你認為說這些農地 如果萬一有新人去做 有新的人說 去到農地破壞 破壞之後他變不適耕座 這樣的話他就比較來進展 所以會有怎樣的道德風險 但是主委 這件事在我們布袋冬死不會 為什麼不會呢 我先說好了 為什麼不會 因為我們布袋冬死 那個土地都是炎化的 炎化 所以他都沒辦法進展 你每天去看 那些都沒進展 然後他有一個很矛盾的地方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種植 但是他一直在領休根補助 他也是休金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你不讓他進大洋人 他就讓政府僅僅補助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沒有讓他去做 我們不讓他放寬 這個對政府的資源是浪費 是不恰當的 那委員報告 完全同意你講的這個現象 其實我布袋跟東舊 我也去過六島 那屬於是地層下線的地區 所以有兩者 不利根作為土地 不一定是地層下線 他可能就是真的 農地沒辦法做 這有這種 2300幾公圈 就是委員說這些面積 第二就是說 還有地層下線要做綠能 這個地方政府 像工藝管政府 翁長縣長 他不開之後 我們同意一樣可以配合 經濟部來做這個綠能 所以你同意說 我們未來政府可以再補報 我們再讓我們再補報一次 針對地層下線的部分 當然地層下線 因為地層下線就是研化 基本上它研化的土地 你要把它恢復 你要去把它淡化 你就需要煮來水 但是你現在水就沒辦法去那裡 所以這件事矛盾 是完全同意 所以是跟不利根作地 跟地層下線 這是兩件不一樣的 沒錯沒錯 所以我講的就是 嚴重地層下線區 這部分要讓我們有一個補報的一個機會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麻煩部長 因為我們現在 一樣是這個地層下線區 然後我灰色的部分 大概就是可以試做太陽能的 那紅色的線 就是說 開山沒辦法夠的 結果你就有發現了說 縱使化了這樣的一個專區 但是因為虧線的問題 它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啊 所有的業者還是這個是看得到吃不到的 現在我來給委員報告 你如果有比較具體的那個區域給我 我來叫台電工藝區 來跟這些開發商來淡 可以虧線比較快來發佈 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基本上你的虧線就是 你們的變電所不夠 所以你們要做那個病人的所在是不夠的 這個部分人家要招呼你來 先推特跟管理 問到這邊 說完 來 來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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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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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上會 更正 現在休息 開發 專業 proc見 那 施政方針反之 泊 你 警